各位朋友晚安 来关心天气状况了 今天全台湾温度都慢慢在回升了 带大家来看看高雄 迄今这边漂亮的夕阳 高雄今天天气真的很不错 阳光露脸好天气 慢慢的温暖起来了 那今天全台湾的最高温 也出现在南台湾 是在台南的预警29.8度 但是因为清晨还是受到 浮射冷却跟冷气团的影响 所以北台湾的基隆 只有8.9度 那也因为整个冷气团 已经在减弱了 所以接下来这几天 都是温度回升 水气方面的话也是不多的 你可以看到 周五到下周一 主要都是因封面 只有一些零星降雨 下周二开始有封面报道 还有东北季风增强 水气北东地区 才会变得比较多 那明天一整天的详细温度预测 你可以看到 北台湾可以回升来到25度 但是清晨入夜 大概只有15度 仍旧是落差10度左右 要注意保暖 中部地区南部地区 高温29到31度 低温16到18度 东半部地区 高温26度 低温16度 还要提醒的是空气品质 因为现在吹得比较偏东风 西半部地区都是被封测 污染物会堆积 所以台南以北 一直到整个基隆 都是空气品质 对敏感族群不健康的 提醒大家外出 就可以戴个口罩了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